这道题回答错误了 我们要给草莓队剪掉一片水果 反正剪掉也没事 只要我们领先的就行了 反正他们还拜我们两片 请问在正常情况下 以下哪种植物不会生长在秦岭 A.松树 B.仙人长 C.杨树 我没说开始的吧 我知道是仙人长 仙人长是找楼虾锅里的 那我就只能先扣你们一片了 因为我没有说开始 你们就抢答了 反正没事 我们还领先他们一片 好的 来扣掉草莓队一片水果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仙人长 所以我们要给乌鲁队加上一片水果 反正 反正没事 让他们不领先就行 你就听我了 请问 以下哪种动物不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 不是哦 草莓队 我还没有说开始 你们就按了想答器 有家一意味的事 不管是谁 反正你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要给草莓队扣掉一片水果 没事 没事 我在第三关中能赢得更多的水果 圈尼总之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草莓队九片 草莓队七片 我们还有希望 如果他们选的题答错了 我们下一道答 我们选的题答对了 他们选的题答错了 那就答成平局了 好像不是这样的 因为答错了的话是不扣的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才扣呢 已经没有扣题的机会了 第二关过去了 我们还会反追回来的 他如何要是追不上的 你说他们答错了 就还在这个九分 我们又答对了 你们就八片 我们又九分了 他们又答错了 他们还是九分 我们又答对了 我们再答对了 生生靠这样的一个安慰 把自己的眼泪都说回去了 好吧 给你们一段休息的时间 来 爸爸妈妈 让他们喝口水吧 那么我们今天最后比赛的成绩是 菠萝队十片水果 草莓队八片水果 那么今天的冠军队就是菠萝队 恭喜你们 当然我们草莓队每人呢 也会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我们要要那个 我们再来一次 可以 我们欢迎张沐寒以后再来之旅快车 可以吗 好嘞 但是我们不对 对战芒果的这么强了 我们对战芒果的 请问 心花怒放 坐立不安 垂头丧气 笑里藏刀 以上哪个成语是表达高兴的意思呢 笑里藏刀 因为前面有个孙子 确定你们的答案吗 确定 你确定 你再给我念一遍那个 那只孙 心花怒放 坐立不安 垂头丧气 笑里藏刀 笑里藏刀 确定了吗 坐立不安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不安 坐在那里 而且老洞 垂头丧气呢 就是垂着头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爱神叹气的 是吗 那么心花怒放呢 就很生气的意思 不知道 怒了是吗 怒放了 王松阳 你能跟我说 心花怒放是什么意思吗 很高兴 高兴 高兴吗 嗯 那笑里藏刀呢 笑里边藏着刀 所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坏事 为什么是坏事呢 真是一边笑一边有刀呗 真是三十六季里边的一个故事 哇 还叫三十六季呢 是的 不错 不错 那就换一个心花怒放 换是换不了了 这道题当中 还要用木头把它给干净 还要踩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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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踩 还有什么 用灭火器 有的时候啊 有灭火器 但是垫着火的时候不能泼水 嗯 那可以用什么呀 垫着火的时候就得用灭火器吗 还有什么呀 然后要断电 还有一些什么沙子 是吧 对 沙谷也可以 西双版纳的大象是亚洲象还是非洲象呢 开始 好 西瓜队 首先讲到了第一道题 请告诉我答案 五 四 非洲 三 非洲 西双版纳在哪个国家你知道吗 亚洲啊 西双版纳在我国的云南 我们在哪个州啊 非洲 亚洲吧 亚洲 在亚洲 亚洲 亚洲 你怎么这么知道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西双版纳的野生大象是亚洲象 很遗憾我们要给西瓜队扣掉一片水果 三片咯 请问以下哪个器官属于呼吸器官 A 胃 B 小肠 C 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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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吗 确定 那么胃是什么器官呢 胃是消化 小肠呢 小肠是眼睛消化 是消化石的 消化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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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消化石 我的大象在是消化 我们不是消化石 我们是把那些食物消化完了以后 它变成了粪便 是不是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气管 我们要给西瓜队加上一片水果 难道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在今儿过生日吗 我爸 7月2号 确定吗 确定 我怎么觉得你们张嘴就来呢 你问问我姥爷呗 我问问你姥爷 知不知道你爸什么时候过生日 我估计够呛 姥爷他说他爸爸生日对还是不对 对 他爸爸是7月2号 阴历阳历 阳历 你先别说话呢 你姥爷什么时候过生日 12月 17 12月17 父母姥爷 是 12月17 真的呀 可以呀你 请问 整装待发 是什么意思 开始 刘连队 整装待发呢就是要准备一下 如果要去旅游 我要梳理一下 准备一下 然后再出发 我准备什么呢 梳理一下 比如准备一下行李包 穿上鞋子 然后呢 拿上行李 不要背包 带上各种东西 然后就走 整装待发是什么意思 准备走 整装待发就是整理好行装 等待出发 所以毛豆说的基本正确 我们要给榴莲队加上一片水果 大熊猫的粪便 主要成分是什么 开始 榴莲队 毛豆 它粪便 主要成分是竹子 对 我听过 竹子拉出来之后呢 是淡绿 默雨过淡绿的 也有消消美 这也是你教的 他可能看节目自己看的吧 因为他特别喜欢 他就反复看 确定吗 确定 吃竹子拉竹子 成分是竹子 不拉竹子 成分是竹子 那竹子是什么成分呢 不是啊 如果说竹子大胆是很高 可竹子我不 好 你们对那哥们干嘛去了呀 打仓子 你们非得让我们小队员来这打仓仰是吗 好吧 刚才毛豆说了 大熊猫的粪便呢 主要的成分是竹子 他说了 因为他吃的是竹子 拉出来的呢 是淡绿或墨绿色的东西 没有消化完成的这些竹子 对吗 回答对了 来 加上一线筋骨 你再加打过鸡蛋 我 我打过鸡蛋 我真的打过鸡蛋 真的吗 对 好嘞 这道题就是打鸡蛋 来 上鸡蛋 跟我来打吧 跟我来 都先手背后 我们不仅要打鸡蛋 要把鸡蛋打到这个玻璃碗当中 而且接下来我要做炒鸡蛋 也就是说还有一道工序 你们想想要干什么 把鸡蛋给拌了 把鸡蛋给拌了 好吧 那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不是两个鸡蛋吗 每个人打一个鸡蛋 剩下那个来把鸡蛋搅开 行吗 你们想会打吗 会打 往外空 按着那个往外空 好 我来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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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们基本方法是对的 慢慢来搅 很棒 不错 这鸡蛋可真 这鸡蛋白的可真像比较 鸡蛋 你打完了吗 我已经打完了 打一口 尝一口 对对对 这是它的特点 它打完鸡蛋总想尝一口 反正已经都打开了 黄和青已经分不出来了 知道吗 丑丑在厨房也是一把好手 来 丑丑 给大家表演一个打鸡蛋 你现在打完了 你自己喝的 好了 我们要给榴莲队加上一片水果 白丝浩文 你呢 我的过程是蒋姐 蒋姐 你擅长蒋姐什么呢 我怕你一直都是我们一直来博物馆 他就是喜欢那些恐龙啊什么的 铺乳动物啊是这些 蒋博物馆学后那个小小讲解员的那个课程嘛 他挺喜欢的 然后就有时间我们就过去讲 那你给我们讲解一段呗 就那个泳川龙吧 好吧 大家看看这个长得是很大口的恐龙 他就是我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的泳川龙 他长得有点像霸王龙 没错他和霸王龙一样都是非常凶猛的食肉恐龙 但是泳川龙却比霸王龙早出现了七千万年 所以他们是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恐龙 泳川龙的身长大约有十米长身高四米长着一个三角形的大脑袋 嘴里长着一排又长长又锋利的牙齿 只要他张开血盆大口就能立刻把猎物咬碎 这是泳川龙 对 那泳川龙和霸王龙如果他们见面的话 谁会更厉害 这个我倒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个区分他们的方法 怎么区分泳川龙和霸王龙 泳川龙他手上有三只爪子 霸王龙只有两个 哦 就通过爪子能判断谁是冲鲲 爪子上的枪 什么意思啊 不是冲鲲吗 因为他属于猪性钢动物 动物猪性钢动物都有四对腿 八只脚 猪性钢动物 和蝎子一样啊 蝎子也是猪性钢动物 蝎子也是猪性钢啊 我还听说过有一个叫什么多足钢动物 多足钢动物是无工才属于那一类 还有什么东西 是多足钢的 马路 我也见过马路 咱出门不就是一大马路吗 不是 马路是一种虫子 真的呀 哎呀 你们好厉害呀 这球马路 我能知道这个长脚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长脚的是工的是吗 嗯 为什么 工的一般保护那个母的和小的 不然的话他们被攻击 没有脚攻击不了 哦 连自己 连自己的命都保护自己 所以他的这个脚是用来保护自己 家人 自己家人的 是吗 但是还有一些没长脚的动物啊 比如说驴子 驴子 老虎 狮子 老虎 狮子 五湿子强 一个三菱之王 一个白兽之王 够强的了 马和驴 它没有蹄子 那长驴羊不能这样提着保护自己吗 有脚用脚 没脚用脚 没脚用蹄 没脚用 用蹄 没脚不是用这个脚是吗 请问以下哪种动物是藏羚羊的天敌 A 狮子 B 老虎 C 狼 开始 是队长 联邦队 狼是藏羚羊的天敌 狮子老虎不是吗 狮子在非洲 狼虎在森林里 猴子 华南虎就在华南的 还有东北虎 东北虎在东北 就是没在青海那边 狼一般都在高原那里 越野外它越多 是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是 藏羚羊的天敌是 吃的 狼 恭喜凝蜂队 回答出现 恐龙 最早 出现在什么时期 A 猪罗纪时期 B 三叠纪时期 C 白恶纪时期 三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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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吗 确定 想不想问问对方的郑浩文 可以啊 来 郑浩文 真正确 我也走 对恐龙最早出现在什么时间 我也知道 三叠纪 就是三叠纪 三叠纪 猪罗纪是什么时候 猪罗纪 是恐龙发展的时期 白恶纪是6500万年 恐龙灭血 猪罗纪 白恶纪后面是什么 白恶纪 然后是第三纪 三叠纪前面是什么纪 三叠纪前面是二叠纪 对 二叠纪前面的 二叠纪前面是 石炭纪 石炭纪 泥盆纪 先是泥盆纪 然后是石炭纪 然后是二叠纪 三叠纪 猪罗纪 白恶纪 三叠纪到白恶纪是终生的 然后第三纪 第四纪 中生代都用哪几个纪 三叠纪 中俄纪 白恶纪 这就中生代了是吗 对 古生代呢 前韩武纪 韩武纪 尼肯纪 石炭纪 二叠纪 然后这还有一个奥陶纪是吗 是有奥陶纪 天生代用纪 他有个贵刘纪 对 奥陶纪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他背的这一段 叫父母姑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知道 来 陈佛林 父母呼叫你的时候 你必须还生不然的话 别别人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这是哪一句 父母呼应勿缓 正好文 父母命行勿缓 什么意思 就是父母命令你去做什么事情 你不能懒在那不动 应该立刻去做那件事 那儿呢 有两种螃蟹 请来告诉我 这两种螃蟹有一种生活在海里 有一种生活在淡水里 你们能区分出来吗 你告诉我 我觉得这个是在海里 这个是在陆寺 陆寺 陆寺 淡水 这个是生活在海里 这个是生活在淡水里 你们这个有毛 那有点毛 那个没毛 好了 你们确定了吗 确定 那我再考你们一个问题 这个蟹是公蟹还是母蟹 母蟹 你们怎么办 看他肚子 如果他谁要有 今天的他脚型的话 就是公蟹 公蟹 这个全圆 所以母蟹 这个是圆旗 是母蟹 我们蓝梅队刚才的这一道题 答的非常的棒 我们要加上一片水果 我们计算食品的保质期 是按哪一个日期 开始计算的呢 A生产日期 B出厂日期 C销售日期 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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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厂 A A 出厂出厂 生产日期 出厂 生产日期 出厂 生产 你给他讲讲为什么是生产 你给他说说为什么是出厂 出厂因为刚出厂才能卖嘛 卖的时候 那算了 你跟他说为什么是生产日期呢 你买过其他东西了 我买过 那个后面 后面你得先仔细读一下 它内上有保质期 几个月或者几天 然后内上还有生产日期 它是通过生产日期 推算出来保质期 可以是生产日期 好吧好吧 生产日期 黎勒坤 你是发自内心的同意了他的看法吗 还是你嫌他烦没完没了的说 老婆去 吃我的保质期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我们按照出厂日期来计算食品的保质期 是不对的 应该按照生产日期 恭喜桃子队 回答正确 加上汽水果 看你们两个人 谁最快 能让你们手中的这个手电 发光 好好 来 我们给他们加加油 继续 加油 继续 为了 加油 加油 可以 快点 跳舞 加油 好 加油 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吗 晓了 晓了 可以 谁可以 你再拧拧看看 没有地方会松动 是吧 你这拧好了吗 没有拧好呢 快快快 你拧好 你那个亮了吗 你那个也亮了 是吗 但是 还是没有 你们看看 底下的螺丝扣一拧就拧上了 但是上面呢 上面它这旁边有两个小卡子 你们要把这个小卡子摁下去 所以你这个头没有安结实 即便是灯亮了 也没有成功 我们要恭喜草莓队赢得了 首先答题的权利 今天要动手题 我们这儿准备了三个核桃 三个栗子 从第一个队员开始 我们以接力的形式 要把这个核桃和栗子 最终夹到这个碗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的手不能直接触碰到核桃 或者是栗子 张木涵 你要从你的盘子当中 把这个栗子或核桃 夹在黄盘子里 然后刘家仪 你从黄盘子加到橘色的盘子里 赵姨好 你从橘色盘加到碗里 对 谁都不能从别人的盘子里加东西 掉了还得从第一个盘子里再加 明白了吗 可以加核桃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分钟之内要完成 好吗 计时 开核桃 会 他们全都会用筷子 是吧 我们上中班的时候就会用筷子了 张木涵可能差一点 他可能现在筷子用的不是特别好 我想想别的办法 反正不能用手拿 只能用筷子 打开挪过去 用筷子 不可以那样挪过去 你这么加 这么加 红的这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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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 这么加你 好 拿了一个过去了 快去赶快再加 你不能加核桃 这些东西 不错 不错 不加核桃 加核桃 核桃 核桃 能加 什么的 红的这么的 能加 原来加个花生米 它还行 太滑了 对 花生米好加 可能不那么滑 核桃 比较滑 而且它给的筷子可能比较反 也是滑的 塑料筷子 对 也是滑的那种筷子 那如果 我刚刚弄的 没有筷子 那你们这道 你就不能加 水桃了 你这样 你想想 这边小楼不好加 大头那边 好不好加呢 那你加个小的 我粒子太滑了 你能不能除了核桃 你能不能带给我 我粒子大的 我帮你分析分析 那边筷子 那边是方头的 你试试用方头的能加 对吗 方头应该能加粒子 我说的吧 太好了 快加 快加 快快快 赶快加 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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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拿出来 还有这样子 你会用筷子 你就用剪头的 那个小头 那就要抓吗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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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了 描了 小小小 这忍不住了 接下一个伤逼 管理好 张洪然不行 张洪然筷子使得不好 唔 他握手能力差一点 别着急 他越着急可能越加不上来 我加的 好了 我觉得再给你们30秒钟的时间 估计也没有可能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那我把它加 那我要帮他加 我看看谁给你们出的这道题 我让他上来来完成 我让他上来来完成 能够完成这个提 你们就不得分 如果它完成不了的话 就给你们做一片水果 谁出的提 来 上去 接下来 我让你们开始倒计时 你们就给哥哥倒计时 他必须要在每个盘子里都待一下 然后你在家 只给你30秒钟的时间 别加起来 预备 开始 30 29 28 27 26 25 23 19 18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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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 18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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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摆一摆 套被子 这很困难 我觉得 我套被子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 就帮我捏着脚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来 计时 开始 来 反正就有人都大把手 也不知道干什么呢 分背照 来 到底哪个是床单 哪个是背照 你们搞清楚了吗 这个 那怎么分的工啊 队长 是不是有人铺床单 有人装背照啊 这个背照 快点快点没时间了 我就看这三个人 怎么忙做一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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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个一起吧 套上了 窗进去了吗 窗进去了 我没看见她的窗 我没有 丢进去而已 丢进去了 看了 你干什么 一点 哎 拉亮了 你们看 我看你们怎么叠这被子 我来 亮会到我 你们不把你的被子撑平了 你们怎么叠呀 要不吃 吃 来啊 快走 来 看 快走 快走 怎么 这还没有比完呢 就已经退了 就退了 好 时间到 站好了 双人家队长 你觉得你不听到体能得水果吗 不能 为什么呀 我觉得 被子没叠 怎么了 我的脖子一动就疼 脖子一动就疼 回上爸爸妈妈 给你到医院去看看 怎么了 上家论哭什么呀 他特别在意这个胜负 然后你要说真是看着输了 这就哭了 所以我们跟他来说 来这都不是来比赛 来玩来的 队长 你们队有人哭了 你去安慰一下吧 你哄哄他吧 我看队长就算了吧 上家论再哭了 要不然他 因为他哭了 我就得给你们加一片水果 我天啊 上家论 后面还有机会呢 我们还有一道题的机会 好不好 好 好 好了 好了别哭了 给我们拿指尖 还有机会呢 可以吗 请 请 哭再想 好乖啊 其实经常跟他说 说实话 就是经常说 胜负无所谓啊 输了也不要紧啊 就这样 我们在家一般不会说 给他强调这种竞争的意识 有时候奶奶说 干净是吃饭快 干净吃完 有的时候我们都挺闲 挺闲的奶奶啊 不要说这样的话 不要比赛 但是他就是自尊心特别强 所以啊 小朋友们在家 你平时看爸爸妈妈干活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着呀 要帮忙 要搭把手 爸爸妈妈 你们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啊 也尽量可以让小朋友们 都帮着你们干一些家务活 哎呀 所以这道题 柠檬队 不能夹水果 每队选出两位队员 来参加 削土豆瓶比赛 也就是说 哪队能够把土豆瓶削得最干净 哪队就获胜 我们给你们提供了不同的工具 有筷子 有钢丝球 有勺子 那么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这个土豆更快地变干净呢 来 两队队长 请商量派谁来参加这个环节呢 从来都没给他干过活 张一哲经常跟爷爷一起干 不知道他具体干不干过这个 但是经常跟爷爷在厨房 就是说摘菜什么的 我觉得这女孩子可能赢了 我觉得乐儿如果笑还差不多 他经常看着奶奶做饭什么 应该他应该能看 如果看应该差不多 我感觉能把那个做好 而且他挺爱动手的 上嘉润肯定是做不了这个事 他不会弄 你们选好了吗 来 上嘉润 我选三个鸟 但我看上嘉润 好像不是想愿意来的样子呀 要不然后接晚 那他自己吗 那你问问上嘉润想不想来呀 想不想来呀 为什么上嘉润你不想去呀 我说不过有我 他跟着自己的小妈 真的吗 所以那你就不干了 是吗 好嘛那江仁哲 还有侯天伟 你们两个人上来 请问一下西瓜队 你们队谁来呀 杨凌峰多大贵呀 我不会想办吧 杨凌峰不想来怎么办呢 队长倒是好说话 队长你来了是吗 来了 来 你们在家都干过这活吗 没干过 没干过 我干过 你干过 张仁哲干过 那你干嘛呢 那是个鸡鸡鸡啊 不是 我刚才家里做过饼 你还做过饼呢 张仁哲 我找鸡蛋 他就喜欢自己动手做鸡蛋饼 然后他就有时候爷爷帮忙 有时候奶爷帮忙 就打鸡蛋 自己在那儿搅鸡蛋 放面粉 然后搅好了 放在那个锅里 他就看着火 哥就各位 预备 开始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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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萱拿着 拿什么东西来弄呢 不错 拿勺子 其实他这个 都应该把这放到水里 然后拿来蹭 这样不行啊 拿勺子刮呀 应该拿刷锅的刷 对 这一期看这次小朋友的手法 这还得刷我们女孩子 一定是在家干个活 干个活 可以吗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干个活 那个刷锅 那个没人用 你看 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跟那个不相关 对 因为咱们在家都不用那种刷锅的 去弄土豆 对 都拿勺过后的刀瓜 他第一页上肯进去那种 好吃吧 你啃了 没有啃了 这不是太有梦了 啃了 啃 别用嘴啃 谁说用钢子球啊 上家润是吧 说完了怎么自己都专注你回去了 上家润说的呀 你用到 这是一个不错的好方法 就看你们混缺用了 这钢子球这样擦可是擦不下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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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倒计时了呀 好 来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看一下哪个队的土豆 十 削的皮最多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时间到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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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家润 来 你来 你看看水土豆皮削得好 对 这个冬菜要没有肉了 这个冬菜没有肉了是吧 我就是削破了一点 上家润 谁削的土豆皮多一些呀 我相信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我知道肯定是宁花嘟 为什么呀 他肯定说宁花嘟 因为人家削的皮就是多 是不是 对 我宣布西瓜嘟就胜利 西瓜嘟胜利 你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我也是 我们桌子上面呢 有三个床单 两个是没有叠好的 一个是叠好了的床单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听好了 每队呀 要派两个队员来完成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要把这个没有折好的床单 把它折成这个样子 看哪一个队能够又快又好的把床单叠好 叠过 但是东西不会叠得特别好 明妞可盼着今天是装枕头的 对 好多人在家也装过枕头 上一集好像装枕头来的 今天晚上还装来的 他们俩来 他们俩来 我也来 我也来 你们商量好了吗 商量好了 李队长 是你派他们俩来的吗 嗯 但这种活不是应该女生干的会更 干的更好吗 你们两个觉得能干好吗 能 毛豆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来了呢 他不会 哦 那就看你们两个人的了好不好 好嘞 配合才能有 来配合才能有 你们俩拿着这个 来 你们俩拿着这个 你们先看看啊 看看这是怎么叠的啊 要叠成这个样子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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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开水 快 快 快 你看 绝对搭得不错 太快了 加油 他俩那个方法是对的 他的方法是对的 你们俩人流行 帮我这边叠一下 谁把我的床带都立下了 你看他们俩人 我是补带 你赶快点点 他们怎么又说看了 快点 我还吃了 帮忙睡醒了 你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 然后这边点一下 再往路上走 开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抖开了 开始我觉得马上就叠好了 我也觉得 快点 你叠了 adda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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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比较急 不是他饿了他要撞墙 他要从墙穿过去 那边有吃的 她上幼儿园之后好多了 之前性格很急的 那我觉得像幼儿园 因为事情比较多 她特别学围棋之后 对她的磨练挺多的 就是现在也不怕失败了 然后脾气也好多 怎么就走了一个 我以为三宝能坚持一会儿 三宝回去再算了一圈 不能放弃 逃动队长 怎么着 最后我再给你多少时间了 五分钟吧 再给我 十分钟 来来来 这两个人 来来来 我这样 毛顿毛顿 来 我看看我跟你合作 你指挥我 我看看怎么弄 咱们怎么办 可能输了 先怎么着 先这样 对折 对折了 然后呢 早就要站到中间 对折到中间 中间不是对折去 对折到中间 还对折到中间 对折到中间 对折到中间 要选择一个好队友 是吗 现在已经要放弃 这个游戏做的 有一点点难度 我们需要在你们当中 选两位小朋友 来 我们上道具 那么这个游戏 怎么来完成呢 你们看到了 我现在呢 有一张纸 纸的这一面是葡萄 这一面是苹果 还有两把扇子 那你们要完成的游戏 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张纸 放在地上 然后 你们通过扇子 来扇风 想办法 把它翻过来 一扇 让它翻成这样 好了 接下来李队长 你想派谁来玩这个游戏呢 我 大漠 大漠来 还有谁啊 挖挖挖 乖乖啊 你们要想好 怎么扇 能够让这个纸 很快地翻过来 是自己扇自己的呢 还是想一想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来 预备 开始 这 好 可以 你们是扇过来的吗 是啊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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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来 从头来 预备 开始 扇子不许碰到纸 扇子不许碰到纸 好吧 这叫紧毛和马 是吧 好 那么我们要给草莓队加上一片水果啊 耶 大家好 我今年五岁半 我叫张不轩 我的小名叫张西道 为什么叫张西道啊 我爸爸姓张 你爸爸姓张 跟你小名叫张西道有什么关系吗 我大名叫姓张 我小名也姓张 我爷爷和我奶奶 还有我 还有我那些叔叔都姓张 太吵了这是 我们奶奶一家都都姓张 为什么呀 那我就不知道 我跟他也是一样的 你不姓杨 你叫姓 我爸爸还有我爷爷 还有我叔叔都 还有我弟弟都姓杨 这什么姓张 我们的杨都是一个杨 他们家张也都是一个杖 那么我们由目前分数较低的西瓜队来选择 我选挺 还有刘乐儿呢 我选 家务吧 我要选医学反正 我不同意了 那你们这是一个团体 不选医学 我都不上了 我就直接退出找妈妈去 把你的两个队员放在这不管了 你去找你妈妈去了 这是男子汉 是队长该做的事吗 那好 我去选医学 选医学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得亏你那俩队员人好 选医学是吧 还有四个科目 你们选哪个 家务 确定了 我不选了 物理 哪还有物理啊 你们自己商量商量 谁最懂礼貌 让他来上来跟我来 我最懂礼貌 你最懂礼貌 你上来了队长 你不想给人家刘乐儿一个表现的机会吗 我想要 你已经错了好多次了 这次原来我印好 这次你一定表现得好 是吗 对 接下来 你就要来跟我有一段跟礼貌用语有关的对话了 我要来你家做客看望你 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噔噔噔 谁呀 我是方琼 准备 你好张伯萱 你好 你好 我都伸出手要跟你握手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 你好张伯萱 你们家都谁在呢呀 我爸爸和我妈妈 他们在哪呢 就在厨房 在厨房啊 是给我做好吃的呢吗 多不好意思呀 我来你家第一次做客 我给你带了点礼物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祝你学习进步 谢谢 不客气 你能带我参观参观你家吗 能 往哪走啊 咱往那边 往那边走 我觉得往这边走走吧 好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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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我脚了是吗 对不起 刚刚准备看见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你爸爸妈妈都擅长做什么饭呀 爸爸妈妈 鸡翅和米饭 鸡翅和米饭 排骨汤 哦 排骨汤是吧 哎呀 哎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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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妈妈 他们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哎呀 西红柿 炒饭 哦 你平时在家吃鸡翅吃排骨 我来就吃西红柿 鸡翅呢 哎呀 哎呀 那个排骨和那个鸡翅还没做好吗 你们根本就没打算让我在你家吃饭吧 哎 打算了 我不 现在做好了 不行 我生气了 我走了 什么时候都准备好吃的我再来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啊 好吧 行了 行了 啊 行了 嘿 你都不打的跟我说个再见吗 再见 大家觉得张伯萱 刚才表现的怎么样 不想怎么好 啊 啊 不怎么好啊 都都把你给生气了 都把我气饶了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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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